在《延禧攻略》当中饰演妇嫂皇后的秦兰小姐 秦兰请出列邦 好 我们欢迎美丽的秦兰到我的身边来 秦兰你好 你好 潘勇哥 我们今天要开始拍照了 真的吗 那我往后一点 不是我要跟你拍 我要把两个你在《延禧攻略》当中非常重要的男人放到你的身边来 两个很重要的 你应该知道剧里面哪两个男人对你来讲最重要吧 对 好像 对 是 来了三个 我只先知道其中两个 只有一个对我不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是老板 老板不用 我们先来欢迎这位 因为有他才有各位的奇妙的关系的 饰演皇上的聂远先生来 请一架 好的 现在聂远先生来到了秦兰的旁边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男生 另外一个重要男生呢 当然就是傅朝皇后的弟弟 傅恒的饰演者 徐凯来 请你到秦兰的另外一边来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傅朝皇后的两位重要男生已经出现了 所以第一个要请皇后回答的问题就是 皇上跟弟弟两个人掉到水里的话要先救谁 救谁 先救谁 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 我不会游泳 他们两个掉到水里我肯定要冲下去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救我 很好的答案 男生是不用你救的 男生应该自救就好了 好的 那我们看到 徐凯身边好像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人 那我们来把你身边重要的人请出来吧 饰演魏英洛的吴锦言小姐 来 请一架到这边来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剧中的四个人 分别是两对情侣站在一起 那我想要问一下徐凯 如果是剧中的姐姐 跟剧中的你所爱的人 两个人掉到水里要先救谁 先救我姐吧 然后再 因为家人是最重要的 对 因为他是皇上的嘛 他不是我的 反正你没得到所以就算了对吧 好 那 徐凯还有一个比较为难的问题 你在延禧攻略里面的工作是保护皇上是吗 对 所以如果皇上跟皇后两个人掉到水里的话 先救谁呢 唉 远哥 对不起 肯定先救我姐 还是我姐 还是先救姐姐 好 那你把麦克风给念远先生 好 皇上 你旁边有三个人 现在水里面有鲨鱼游过来了 你得抓一个人去塞住那个鲨鱼的嘴 这三个人你选哪一个 都挺难的啊 蔡老师 如果把你加进来的话 我肯定第一个把你放到那个鲨鱼里面去 因为你不是我们团队的 是 但是呢 如果说他们三个人我必须要选一个的话 我没有报复的心理啊 我也会选徐凯 因为这种关键的时候以你的兄弟上 女人要享福的兄弟 这种关键时刻要顶上 OK 所以关键时刻把兄弟丢出去就好了 有道理 好 我们现在呢 没有被问到问题的是 饰演温英诺的吴锦岩小姐 所以麻烦你拿一下麦克风 太紧张了 你一定以为我要问的是 谁先掉到水里然后就谁对不对 对啊 好 可是呢 我要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发生在戏里面的人 好 我要把这个当事人给请出来 我们一起欢迎 延禧攻略的创造者 余震老师 来 好 我们欢迎余震加入我们的阵容 余震到我这边来 我们把另外一个麦克风拿给余震好吗 嗨 嗨 哈喽 好 我们的余震制作人已经出现了 锦岩你的问题是 在你真实生活中的男朋友 跟余震老师掉到水里去的话 你会先救谁 首先啊 我会游泳 但是好像游的挺差的 我肯定会第一时间跳到不管是海里还是水里去救我老板 然后找一个特别会游泳的男朋友 把我们俩一起扛上来 所以还是会照顾他一下是吗 对 一定会照顾到他 你男朋友今天没有来 我还在找 对 找那个特别会游泳的 OK 好 来你们四位拍一下照片 然后我们要放你们回到座位了 好 好 他们四个合照 我们看到 这四个人组合非常奇怪 就是 每三个人都会形成一个组合 好像是 这个积木一样 可以随便搭出一个奇特的形状 好 谢谢四位 请回座 那刚才我麻烦余震出来 是因为接下来要拍照的这四位呢 我需要你